今天被監視了幾次呢? 其實平常走在路上的一舉動可能都在被無形的監視著 今天蘋果新聞網記者就要帶您來實際測試 究竟在我們上下班日常一整天的途中 會有多少隻監視器拍一下蜜的聲音 欸等等 你以為走出家門 監視器數量從上車之後才開始算嗎? 別懷疑棋樓兩邊四支監視器 左右包抄外加警衛事前的那支 總共五支就是紀錄你一天的開始 出門車台開五百公尺 左邊電線桿監視器就有三支 右邊巷口電線桿監視器有兩支 整條中原路還沒開完 監視器數個沒完 這邊就有三支 第二根錯字 哦 我拿ETC來 好 欸那這樣ETC算嗎? ETC算啊 這是第三個ETC 從內湖接流道到公司 車程短短幾分鐘 監視器又數了十支 新莊內湖上班一趟路 22公里開了半小時 監視器數到點花 忘記著肉眼看到的 沒漏掉的至少有41支 到了公司再去銀行領個錢 走沒五分鐘又是整路電眼 我看著你 一直看著 只有兩點一線 記者也是要買菜 下班跑趟大賣場 門口又有兩支 光個賣場走沒幾步 依舊是舉頭監視器 但你千萬不要氣 因為回家的路 咱們不能放鬆 還是要算算整路有多少監視器啊 上內胡椒樓道前3.5公里 監視器有36支 國道一號上的監視器 肉眼數了12次 回到新莊回家的路上還有18支 加一加上班下班 記者總共被116支監視器 一整天全程監控 高達上百支的監視器 可能都有拍到我的身影 那當然這對我個人來講 我是覺得有一點小驚訝 這麼多的監視器 可能都有把我的行蹤給錄下來 這個對警方犯案來講 可能是好的 但是 對於個人的隱私或是行蹤 可能就會有暴怒的情況 好 突發中心 你今天被監視了幾次呢 報導